日本混混打架 综艺breaking到第13季 震撼登场 招舱未来经历了三连败以后 正式宣告退役 全息全意 开启了他的综艺王朝 一言不合 大打出手 混混们真的是真刀真枪的干 打得满脸是血 在这种群雾的情况下 到底被谁打伤的也不得而知 日本混混们把这个综艺效果直接拉满 带头挑事的是这个戴着面具的 自称是日本某个摔角联盟的冠金 台上的元老混混被打得满脸的血 面对如此猖狂 如此狠毒的挑衅 招舱未来一定要给他一点苦头吃 招舱未来直接问后面的关谷泳次郎 你愿不愿意跟他打一下 现在就打 关谷泳次郎是属于局外人 他刚才并没有参加这场恶度 但是听到老大的召唤 他说我应该可以做到 非常搞笑啊 现场的人都是佩服他的眼气 说干就干 好这个戴着面具的独物篮 他也一脸懵逼啊 没想到过来挑衅一下 就要上去打 他自己也不知道咋回事 但是这个属于改压子上架 不打也得打 好一分钟混混打架规则 现在比赛开始 独物篮一个野蛮的飞踹 这可是格斗啊兄弟 这可不是摔角 独物篮继续出击 独物篮还是有东西的啊 这个组合拳 两人一波互换 独物篮轮空 失去平衡 关顾勇次郎往后撤 哇一个高扫直接上头 独物篮被击倒 好我们再看一遍 关顾勇次郎打得非常精准 直接终止比赛 独物篮被KO 独物篮脸上还没有伤 说明他这个是在 他比赛之前拍的视频 独物篮上台挑衅 还没有撑过一回合 就已经结束战斗 直接办了下去 好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啊 喜欢本期视频 别忘了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